今天要分享的是热海的来宫神社 我现在所在地是来宫神社 来宫神社是日本的景点之一 能量景点之一 那么人们相信来这边 你就会有成就 跟获得平安跟幸福 那它的由来就是 以前传闻有人在海里捞到一个类似神像的东西 然后再捞到那天的晚上 有人的梦里面就说到 里面就有这个神像跟他讲说 我想要听不到海水 而且旁边有南树的地方 等一下进去就会看到南树了 所以呢人们就把它放在这边 设了这个来宫神社在这边 它这个竹林这样设计进去 它会点灯喔 来这边跟你讲一下 它点灯时间是5点到11点 建议是行程完之后晚上来这边 顺便去饭店睡觉 好啦那我们等一下就先进去吧 这一天是旅程的第三天 我们早上在小田园取车 所以是以自驾的方式来到来宫神社 在神社官网的境内介绍图里上面标明了 从来宫站走过来只要3分钟 而从热海站走过来要20多分钟 现在这样子这边是非常的凉爽 虽然有大太阳也没关系 因为这边竹林覆盖 绿色隧道呢 我们来到洗手盆啦 这是几乎每个日本神社都会有的东西 我们去本店吧 哇 你看 晚上点灯啊 因为我们这边还有点白天 因为晚上的话录影 我就真的看不到我了 所以我们是白天来的 如果晚上的话你想象一下 如果这边全部都是只有灯 那多漂亮 而且这边旁边有新干线喔 灰气干线经过 我昨天才搭呢 在进入本宫之前 我们会看到旁 我们的进入本宫的右手边 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井石 这个呢 你要如果 这个是一种水 它可以祈求幸福跟平安的 你可以用水壶装一瓶起来 然后倒在家里的缸子里面 不过 凡事有代价啊 这个 有没有看到这个 一圈闪亮亮的 你取一杯水 要一圈块 你看在上面摆满了 没有 没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形呢 它其实是个爱心喔 它叫做星形珠木 是神职人员跟女巫 一起把它 扫成一个星 把落叶扫成一个星形的形状的 那你问我为什么它现在讲的这么奇怪 因为今天风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 刚才不是有提到吗 刚才不是有提到 我们不是5点到11点可以看点灯吗 不会有一个缺点喔 我不知道啦 可能是他们5点关吧 我不知道 总之 好像5 6点过后 你要买那个 律首的地方呢 全部都关掉 而且这个也被吹散了 在本殿前 用落叶排成的星形 是被称为珠木 这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图案 具有辟邪及招服的意思 我们来的比较晚一些 神职人员已经下班了 而在来宫神社这里 也有几间卖店 贩卖着特色的甜点 可惜这个时候都已经打烊了 根据神社境内图 这里贩卖餐点的卖店有 来福甜点店 茶寮报谷 大南 五色之社 以及鸟居结业 除了甜点及特色的食物外 也有餐点 可以在这里用餐 神社的特色食物有炒麦馒头 以及炒麦冰淇淋 都是网络推荐来这里可以尝一尝的美食 好啦那我先去正宫参摆 来宫神社主要供奉来宫大名神 是热海的地主神 来宫大名神以来福与缘起之神为名 自古以来就被日本人信仰着 我们参摆完之后呢 我们来到旁边的小镜要去看 我们的大南木 这边小小科普一下 这边看到的LED灯啊 总共有160个 大概晚上的时候会同时点亮 非常漂亮 来宫神社在五点过后就会点灯 一直持续到11点 所以如果想要观赏夜间风情的话 就可以在这段时间前来哦 我们走在黄昏的竹林小镜中 天色为暗 晚风为凉 游客少了很多 神社里是一片静谧的气息 走出这条小镜 这里的人气景点 与神木大南就在眼前 我们现在来到大南木咯 哇 它呢有两千年的历史哦 据说在那边投钱 啪啪两声参拜完之后 绕树走一圈 你可以许下一个愿望 或者是增加你的寿命 活到200啊 没问题对不起 我们现在就来参拜吧 绕树走一圈 这颗巨大的南木 是日本第二大 本周最大的巨木 数为是23.9公尺 高26公尺 也被指定为日本的天然纪念物 由于它的历史悠久 因此有个传说是 绕一圈就可以多活一年 并且庇佑参拜者 无病席栽 好 那我们绕完了 绕完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 这个大南木的树叶 据说有保平安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就来投一下吧 这个应该要200哦 发挥公德心 我们所抽到的这个签 它叫做大南之语 打开来 里面呢 会有签文 这一次的签语 是开云见日 就好像是大南木 给予我们的美好祝福 你可以像一般抽到的 玉神签一样 绑在神社这里 或者就这样放着带回家 这颗南木除了长寿的传说以外 如果不把心愿说出来 怀抱着心愿绕树一圈 那么就可以实现心愿哦 另外 除了在这里祈求长寿以外 由于南木是以敬酒之神而存在的 所以也有人会来这里祈求 戒酒或戒烟呢 在莱宫神社 除了本殿以外 还有三座小的神社 他们总称叫做社墨社 这三座分别是 稻荷神社 三座神社 三座神社 以及变财天 这一个莱宫神社呢 他除了正殿以外 他还有其他三个小神社 那我们期待第一个呢 我们入口 入口鸟居一进来 左手边就有一个 稻荷神社 那这个稻荷神社呢 这个神啊是生命 保护生命 还有粮食的神 你来这边的旅客 或者是一般人 可以参拜 祈求家人平安 粮食丰收 这边稻荷神社 也曾有名的 就是我们的天鸟居 那我们就先走过 这个天鸟居 准备参拜吧 来到参拜的地方 来到参拜 好 我们下一个 这里是山峰社 这一个神 这一个神社呢 他是在祭奉三拳的 这个三拳 已经被祭拜了 你看左右两 两边 各有一只三拳 那我们现在就来供奉他吧 对了 你知道其实这个三拳呢 他 丹拜他 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 他可以保护农作物 也就是台风来的时候呢 他们可以来拜这个 然后 驱驱灾 然后保护农作物 这样 最后是变彩天 在江湖时代 由于德川家的武城 在这里祭拜后 就出人头地 因而一举成名 在这里 可以祈求出人头地 商业繁盛 身体强健 以及技能精通等等 来宫神社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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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